- 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 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 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 Hoda,Best is what suits you - 好,開始了 - 歡迎收看這集的你要賣多少 - 這已經拍幾集了,你知道嗎阿澤 - 阿澤,阿尼 - 不知道 - 你知道這台車已經拍過幾集了 - 有一集還破百萬了沒 - 破百萬了嗎 - 好像差不多破百萬了 - 真的嗎 - 標題,真的嗎 - 你來小師汽車之前 - 你都沒有先去看一下老闆以前的片嗎 - 你就這樣像迷途的小羔羊就來應徵了嗎 - 我有看過韋哥的 - 你有看過韋哥的 - 所以你是因為韋哥的影片 - 你誤以為說這間公司是一間佛心的公司 - 所以你才來投履歷,是這樣嗎 - 也沒有 - 也沒有 - 那是什麼,來來來來 - 下雨是不是 - 沒關係你站著繼續講 - 菜馬 - 這真的拍很多次 - 為什麼這次要拍 - 因為我記得三年前這部影片的標題是 - 提安娜均衣價三萬元 - 掀起了一陣波瀾 - 大家都想說我在破壞市場行情 - 那我覺得今天又逮到這個機會 - 又有一台這個來哭 - 基本上我現在已經不收這個車了 - 但是我跟你講 - 我們來看看三年後今天 - 那時候均衣價三萬塊的標題 - 三年後這台車剩多少錢 - 首先呢,你拍一下這個外觀 - 美不美 - 美 - 你一不小心是不是以為我們整理過了 - 但其實現在是它來的樣子 - 我動都沒動過,好不好 - 我們現在才要估而已 - 首先我們來看外觀的漆面 - 它的漆面我覺得保持得非常亮 - 這一看起來覺得就是一個車庫車 - 頭燈呢,也都沒有泛黃 - 連保險桿 - 欸,保險桿都沒傷耶 - 這個人開車技術不錯耶 - 你看這個彎彎角角的地方 - 不美嗎 - 美吧 - 很漂亮 - 你看這邊旅圈都有很多 - 受傷的地方 - 有沒有 - 馬庫逆亞 - 後照鏡 - 這真的沒整理過嗎 - 阿拉里去借七摩椅好不好 - 欸,這個我想拿七摩椅了 - 你看一下這個車 - 還是它重新整理過啊 - 連後保桿都漂亮,怎麼可能 - 欸,你看這個保桿 - 這個邊邊角角,這個鍍鉻 - 很亮耶 - 它是撞過全車都換過是不是 - 呵呵呵 - 怎麼可能 - 而且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 為什麼我叫阿呆去拿七摩椅 - 我蹲在這邊啊,看這側面的線條啊 - 它肚子的那個線條 - 有夠漂亮 - 媽的,這太漂亮了吧 - 很反光耶 - 不是啦 - 要看它的那個 - 有沒有波浪紋路啊 - 橘皮組織啊 - 它那個平滑 - 滑順的程度啊 - 你知道嗎 - 葉問你知道嗎 - 它是梅天窗的2.0的版本 - 來 - 欸,乾乾淨淨連格勒紙都沒有耶 - 怎麼可能 - 這台車整理過了吧 - 不要騙我啦 - 不要美容過 - 沒有美容過 - 沒有美容過 - 你看 - 你看它地毯,這一定沒有美容過 - 髒吧 - 但是我跟你講你看它門板 - 除了這邊有一些實用的髒汙 - 因為米色車嘛 - 嗯 - 你看它門板多漂亮 - 你看它椅子多漂亮 - 除了這邊有一些髒汙有沒有 - 它稍微偏黑了,這刷完一定整個白的跟新的一樣 - 而且有我最喜歡的 - 蕾絲一套 - 你知道有一首歌 - 流行歌曲有出現過蕾絲 - 你知道嗎 - 蕾絲 - 哪首歌 - 血腥告訴我今天 - 你穿什麼顏色 - 裡面有一句 - 類似是不想說 - 有沒有 - 藍色是猶豫 - 沒有這句 - 我編了 - 還是那個周杰倫你知道嗎 - 爽歪的麻雀 - 爽歪的麻雀 - 爽歪的麻雀 - 啊在電線桿上裸碎 - 在電線桿上裸碎 - 方向盤呢 - 有一點點的光亮 - 但是我先看一下它的里程數好不好 - 欸它連電動椅都沒有 - 夠減配的啦 - 有沒有 - 它這個是滑船式的高低調整 - 但是它有iKey喔 - 看一下跑多少 - 唉呦 - 七萬三千公里 - 這樣一年才跑多少 - 2007年現在是幾年車 - 16年車 - 好 7萬 - 一年開5千不到 - 不過我看這個內裝 - 我相信 - portraits AWB倫 - 不會よね - 哇不過它這個螢幕 - 雖然它少開 - 很多東西 - 還是不敵時間的摧毀 - 你知道嗎 - 你看那個倒車 - 你看中間的螢幕 - 已經這樣了 - 有沒有 - 然後我打倒車你看喔 - 來請問 - 你有沒有撞到東西 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 完了這個空調螢幕 我那時候最討厭的就是Nissan這個系統 就是這樣 你看它這個數字已經看不太清楚了 這個中間也已經破掉了 我記得好像外面有在換一種那種大面框的 然後可以整合空調跟倒車的顯影 改一套這個應該就搞定了 這個都已經老舊退化了 但是我剛剛臨時增加一個企劃 西摩伊達去 我們這次要挑戰2007年16年的車 到底是不是原機 還是它整台車其實考過7 試試看 不是這個車真的太美了 這已經不是叫蒲玉了 這直接可以取回家用 來194已經蓋 我們隨便打一下就好了 那麼老的車其實是不是原期無所謂 只是我看它這個漂亮的程度 我很好奇 它是不是原期 你知道嗎 229這都考過了 靠北 225 好啦破功了 考過了啦 一樣耶 190 有沒有 345 考過了啦 怎麼那麼漂亮 不打了不打了 考過了 考過了 這考得不錯耶 這當初它烤漆應該花蠻多錢烤的 好啦它數值破功不打 車主應該有整理過啦 那它有這個iKID系統 我來看一下板件好了 我以為我又找到一台蒲玉了 結果也還好嘛 自動關門系統我看到 標配你知道嗎 來看一下輪胎好了 順便我看一下 輪胎看起來蠻漂亮的 這個買回去感覺可以直接上路 沒有18年 那胎紋很深喔 因為它真的開很少 18年換了胎點都還在喔 結果是18年 5年的時間點還在 應該是整理完真的蠻少開的 一年真的是5000公里以內 好我來檢查板件 開一下引擎室 真沒意思 我還以為 如果沒整理就那麼漂亮 我真的是驚為天人 唉唷 很自然的灰塵 看一下 喔喔 這肉油嗎 喔有 有一點油氣 這邊有點油氣 有沒有 我這樣手一摳 然後來這邊塗 有點油的感覺對不對 好 上蓋有點油氣 沒開也是不行嘛對不對 看一下變速箱 變速箱就還蠻乾的 112年 今年才換耶 今年年初才換 112年1月才換 半年前換 油壓停桿也剛換 這台車整理過 這個應該又是那種車主 哪個地方 有問題就換掉 你看 發電機也才換的 我看一下他寫日期 他沒有寫2020級 11月換的 去年11月換 2022 11月換的 應該是吧 然後引擎腳也蠻新的 這引擎腳也換過 這整理過耶 這下面墮輪都新的 這台車應該 定期再整理一些東西 我忘記看板件 你看一直在看新的東西 等一下 這種老車就是 前車主有花的 我們就省起來 其實是不是原版件 我覺得是其次 但是至少猛一看是漂亮的 這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要件 它有一些零件 有定期在做更換 那我們就省那些東西起來 至少我們回去 使用一段時間 還不用立即花錢 好這是給代步車的一個職責嘛 它的責任就是要給我們 看起來不要太爛 省一些整理的錢 我覺得它就很盡責了 板件剛剛忘記看 讓它看得太開心 來來來 哎唷 它整理脫內褲的時候會這樣嗎 來 貼紙有 來 引擎蓋螺絲沒有轉 拍一下 好葉子板螺絲也沒有轉動 可以來拍一下 三顆都是原來的 OK 然後這邊 這個內裝是很自然的灰塵 很漂亮的漆色 也就是這裡面的 橙色 橙色你知道嗎 阿六仔都說成功的橙色 橙色還不錯 好前面沒有撞過啦 這樣看就知道了 這以 七七四十九年的經驗 沒有啦 二十年的經驗而已 二十年的經驗而已 來燈來照一下 順便來幫我照一下燈 從這邊來就好了 從這邊照下來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螺絲 有沒有 這根哭起來 這根 這顆 這顆 沒有轉啊 我剛剛看到了 好 OK 原來的 來 自動關門 有沒有覺得 好像滿方便的 不是 它是壞掉了 不是方便 靠腰啊 這門剛開的時候有點黏住 代表後門也沒有很常開 現在要按一下 原來的 這個調整 有 有轉 這裡 不過應該還好 我按膠是硬的 還OK 對啦 膠是硬的 對它要求不能太高 好不好 剛剛好就好了 來 開 看到沒有 遙控後車廂 你看它真的有整理過 後面有一個燈殼 對不對 它是不是真的有整理過 好 它真的時候 07年是小開款 高爾夫球燈的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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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螺絲這邊沒轉 漂亮 好來 看底板 這什麼 沒事 原來的 看那機械也行到我有點怕 等一下 怎麼會那麼行 趴這邊 好原來的 沒事 我多慮了 人家只是保持得很好 很乾淨而已 歌樂旺換便箱 誒 年輕人知道這是什麼 不知道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 音響嗎 有沒有 裡面可以插CD片啊 有沒有 你幹嘛來看 我們看車主都聽什麼 英文歌 卡將夠的 這什麼 路雲 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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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應該古典樂吧 好 它超出我的認知範圍 沒有一些什麼 周 江蕙之類的嗎 有嘛 你看 音樂磁場 哇 孫建平老師 音樂磁場你知道嗎 孫建平老師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會跟很多女生合唱啊 音響幾六百年 當作無色彩 實在不應該 不應該 不應該 呵呵呵 孫建平老師音樂磁場你不知道 流行四十五轉你不知道 還有什麼 The Absolut 吹哮1997到1993 of 理查克萊德門 理查克萊德門 噔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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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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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沒騎士班夾莊 我記得快發狂 有沒有 阿哥唱 廟會我就不唱了啦 歡多喜鼓公東龍牆嘛 這個有 這個有 剩下的都不會 歸人還有曠野激情耶 我會唱 等一下啦 我查一下啦 好不好 這叫CD換便箱 你一片一片放進去 從1到6 它是6片的 你可以從前面選擇 你要聽第1片 第2片 第3片 第4片 第5片 第6片 它就會播放 它就會把那片抽進去播放 懂了嗎 小朋友 了解了嗎 好不好 為什麼不坐在前面 有 有的坐在前面 中央扶手或椅子下面 好不好 也是有的 好 今天是讓一些 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的小朋友 來這個了解一下 我又來到熟悉的地方 來這邊 螺絲 沒有轉過 沒有 好 換這邊 OK 沒有 有什麼洞洞 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裡面有機卡 導航啊 導航圖紙啊 沒有好啊 這個螢幕要整個 如果要用的話整個換掉 但是好漂亮好乾淨 正常來講這邊應該踢來踢去有沒有 它都沒有耶 你看喔 這一看就不是美容過的吧 你看地板就知道了吧 對啊 這代表它本來保持的就不錯了 你看這裡好漂亮 只有一點點這裡一個掛傷而已 對不對 很漂亮耶 這車主用車習慣蠻好的 相當的好 這難得一見呢 你說喔 車子很新保持的很乾淨漂亮 我覺得那真的沒什麼 大家剛買東西 你手機剛買的時候 保護貼也貼 殼也裝 有沒有 你要放在桌上 你還要想說要不要放個衛生紙讓它放 或者是桌上要放在柔軟一點的地方 等到你用一陣子 一年兩年過去了 那個螢幕保護貼也懶得換 都裂開了 回家桌上啪丟著 是不是這樣 地上有時候甚至也丟著 反正就黑白片啊 可能保護殼也裂開也懶得換了 有沒有 類似這種感覺 所以說 16年的車 還有持續的在維護在照顧 還有很愛惜的使用它 我覺得很難得一見 新的車35年 我覺得顧得好 真的那個很常見 我看到反而不會有這麼驚訝的感覺 但是這種16年的車照顧著這個德性 我只能說這個車主真的是 包含它的家人 也應該都是蠻愛惜使用 對 那可能門關太大力 就啪 你拿一組 類似那種感覺 可能這個 大家的用車習慣都還不錯 這個真的保持得很漂亮 好 我去發動一下 看一下它的引擎狀況如何 當初 其實這個車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種老車 小師真的是沒有收了啦 真的沒有收了 但凡你跑超過10萬公里 我都不收了 但是那個時候他跟我講 就是因為 他說只有7萬多公里 那我就跟他說 那可能這個價錢 你有沒有換新車 你如果換新車的話 建議你去 就換新補助會比較划算 但是他說他沒有換新車 我就說 如果你能接受 我們看到實車 比5萬塊錢價格還低的話 我們就盡量幫你處理 他說好 那就來 好不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原油 這個2.0雖然不是V6 當初這個2.3V6 是配備比較好的 但我覺得如果以代步車來講 這樣的一個樸域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自證的效果也還不錯 冷氣也蠻冷的 冷氣一吹就冷 馬上就涼了 有些車要等一段時間 有沒有 剛剛那個就是 歡迎進入語音導航系統 它有發出聲音 然後那尼桑那個年代 很喜歡在這邊做一個 抬頭顯示器 就是會顯示時速 原廠有沒有 它有挖一個洞 綠綠的 對 綠綠 它等你開洞 它就會顯示數字 冷氣一下就涼了 來 我排路第一檔看看 好穩 有換新的那個 平清腳 穩 穩搭搭 欸 來了 鏡片都已經曬到變形了 哈哈哈哈 哈 欸 這怎麼戴啦 我看不到 我看不覺 我聽不覺 天昌地久的 挪夜 什麼歌你知道嗎 不知道 叫泰山來好難溝通喔 這裡面怎麼會晒成這樣啦 電型耶 很像洋芋片耶 沒有定速什麼都沒有 我跟你講這台車只有雙安全氣囊 連有沒有ABS 應該有ABS吧 有 但是沒有防滑系統 欸 怎麼不發了 幹 那怎麼不發了 欸 鑰匙在哪 鑰匙在這 Lock 欸 幹 為什麼被鎖起來了 沒電喔 被我玩壞了喔 靠屁 可是它沒有感應到鑰匙 我覺得它感應到會是綠色的 幹 來 在D檔是要怎麼發 在D檔請問要怎麼發 我跟你講 來來來 看小師長姿勢喔 我先發動 我先發動 判動低級錯誤 我跟你講 以前賣車的客人有沒有 回家第二天啊 很生氣打電話 小師 你不是做良心生意的嗎 怎麼了 林大哥 你昨天賣給我的車 我今天早上發不動了 這麼回事搞什麼鬼啊 好 很怕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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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怎麼回事 我怎麼轉怎麼轉 怎麼不發動啊 扣什麼東西啊 小師 你不是說你是做良心生意的嗎 外省人買車喔 外省人買車 你種族歧視還是省其情節 口音比較特別 我是看你在網路上面 評價很好 我兒子跟我介紹 說你這個小師汽車 賣二手車很良心 我才跟你買的 第二天一發作 什麼 什麼反應都沒有 意標版 全部的燈都亮了 是是是 林伯伯那我馬上到現場去 你不要急不要急 然後到現場 你來看一看 你賣我這什麼車 你來看一看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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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發還真的發不動 有沒有 一看 林伯伯 你好像排檔在D檔 什麼東西排檔在D檔 因為它這個保護裝置喔 在D檔的話 它沒有辦法發動 所以你把它排到P檔或是N檔 然後你再轉鑰匙 發動了 喔是這樣子的啊 我很多年沒開車了 原來現在的車是這樣子是不是 喔 麻煩你跑一趟啦 那個臉啊 還不止這個 很多犯這種低級錯誤 反正我可以講很多 我是在講說這種東西 不是我剛剛為什麼會講這個 發動發不起來 不是很多客人喔 第一個反應 買二手車是怎樣 我們就是會有給人家刻板印象 你知道嗎 就覺得二手車很黑 其實他在跟我們交易的時候 他都心裡毛毛的 想說到底對方二手車商 是可不可以信賴的 因為以前小事沒有拍影片嘛 雖然在網路上面寫寫部落格啊 風評還不錯 但是人家還是有想像空間嘛 想說二手車是不是都很黑 所以就發生 車子有狀況一打來 就是大小聲 真的很多啦 但事實上到最後 發現是自己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人好一點的跟你道歉 那人不好的 也覺得好像你跑這趟是應該的 不會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 反正你賣我車你該死 跑這一趟 就跑啊 就是你的服務啊 雖然我們是做服務業啦 但我覺得這個 現在資訊也很對等 發生問題呢 就大家 我們也一定不會推脫嘛 啊就盡力想辦法看問題在哪裡 解決掉就好了 啊你先跟我大聲 最後打到你自己的臉 啪啪啪啪啪的時候 你也覺得很不好意思啊 講到這個 讓他惆喪起來 好來來來來來 欸他也發很久了 我們在旁邊一直 聽不到他發動的聲音對不對 對 沒什麼聲音 覺得他好像沒有發動的狀態對不對 好 那車裡面的一些這種機構啊 這個彈簧都沒有壞掉 有些車這個壞掉就關不起來了 有沒有 他這個機構都還很好 然後中央服手褪色了 奇怪了 好像顏色會很差很多 這是褪色啊 這台這有個通病 就是這一條都會褪色 很奇怪 這應該當初質量就有問題 就是它的品質就有問題 這邊那樣 它很像氧化 類似是氧化 欸看這排行頭多漂亮 媽的 看起來沒做美容 我真的不相信 你再近一點 這排行頭多乾淨 這排行頭多乾淨多漂亮 那個銀色的地方都沒有那個 真的啊 這不是我做的耶 它就是 有些地方確實你看得出 有使用痕跡 但有些地方 漂亮的不可思議對不對 天蓬也是很乾淨的 這也沒有抽油 這也沒有抽 這天蓬啊 乾淨的感覺 那米色的車很容易散 好不錯啦 就這個方向盤喔 比較頻繁用的時候 這裡就有一些光亮膜筆 你看這方向盤 石蓋多漂亮 這裡雖然有點氧化 有沒有 這個其實扣掉 氧化扣掉就好 哇變亮了 這邊是稍微氧化 其實整理過會更美 好啦 那我去了解一下啦 好不好 了解一下這個客人的一個狀況 再跟大家分享 等我 我先去處理一下 今天聊太久 然後越聊越嗨 好 等我 來了 我告訴你啊 這個車啊 本來是爸爸的車 他的兒子啊 開來賣給我們 為什麼要中口音 他的兒子開來賣給我們 因為用不到了 所以因為他也沒有揪換心 爸爸目前沒有在使用 那中間呢 他們也是跟我講的 是蠻接近的 他們其實 本來有整理想要留下來開 所以烤漆啊 什麼都做好 那最後 想想呢 爸爸年紀大了 不要讓他繼續開車 就想說把他開來 所以也沒有揪換心 那這一次比較快 我直接去一句話 我說 三萬塊錢 那我們就馬上成交了 這次不用來來去去了 不是啦 這個很簡單明瞭 就是他用不到 那我覺得報廢可惜 他也覺得報廢可惜 因為他真的 他花了這一錢 就超過這台車的價值了 所以我們可以省一些整理的錢 我坦白話講 但是也不要看 我們三萬回來 繳個稅金過個互動 用不到他又四五萬去 再弄一下東西 可能又四五萬超過 好不管 但我覺得這台車 以他的車況看起來 我是覺得 跟人家出兩萬不好意思 我這個出兩萬 我們線上的觀眾 會覺得小事很黑吧 好啦 那今天這2007 2.0的TNR 我們最後收購的價格 是三萬塊 那我真的覺得這台車是 很有水準的一台車子 好那到時候 我再看看要不要再直播 我們就直接 對不對 所以事實證明呢 這個車子三年前 估的價格 跟三年又估的價格 差不多 不會再掉價了 也就是說你把它照顧得好 再過三年 有沒有可能再賣三萬 有機會嘛 把它照顧漂亮一點 搞不好在三年後 你如果還是照顧得這樣 你再回來想說 哇 途遇耶 白癡白癡的 又跟你買三萬 有沒有可能 好不好 前提之下 三年後我還沒倒 好啦 那今天的你要賣多少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 掰掰 真的很漂亮 歸人沙塵 我有來到熟悉的地方 你來應徵的契機是什麼 契機喔 你當初是哪一根筋不對 來小吃汽車應徵 你告訴我 就剛好看到有那個 FV的貼尾 不是啊 你總有一個氣氣吧 你在那邊面試 你總不是亂槍打鳥吧 因為我找到 還是其實你也有丟履歷 去全民封車吧 我有丟購車子 蛤 你有丟購車子 媽的 你看 套出來了 這傢伙 蛤 想去佳偉哥那邊 沒有辦法去才跑來的 沒有 是這樣沒錯 沒有沒有 完蛋了啦 欸 佳偉哥 有缺人的話 跟我們當你聯絡一下 我要趕趕不走啊